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狐狸芮芮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心中有数 考虑到每家门店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做了门店损益表 开办费用表和爆饼测算表 就是为了用最简单有效的工具帮助胡椒粉们 从营收、成本、利润三方面 实时监控自己的门店基因情况 有效控制成本,快速调整毛利水平 好了,先看门店损益表 我们参考一家位于三线城市 一线商圈、门店30平方米 铺租12000元一月的自创品牌店 产品售价区间为6到18元 月总营收43800元 其中原料包材成本为14670元 所以产品整体毛利是67% 聘请两名员工按照2800元底薪 加提成和福利,人均3550元 固定资产折旧费为设备家具等 支出共计43200元 按照三年摊销,每月1200元 开办费包含装修费、前期开办人工等 支出共计12万元 按照五年摊销,每月2000元 核算下来,整月净利润是5280元 接下来再看看这家门店的爆品测算表 单日营收是1460元 SKU数是23 销量是127份 毛利是971元 毛利率是67% 爆品共计五款 整体营收是848元一天 高于总营收的50% 爆品平均毛利率是65% 略低于整体毛利率67% 爆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销量占比较为理想 其中6元的爆品五 它低价销量高,但是毛利率较低 我们称之为引流产品 所以爆品毛利可较其他产品低 但前提条件是销量一定要高 基础品是常规产品 销量比爆品要低 也不见得每款产品每天都有销量 请注意,基础产品SKU数不宜太多 一方面SKU数多导致原料备料多 销量如果上不去 原料的浪费就会较为严重 同时也会增加门店人员的操作难度 出品稳定度也容易下降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客人的选择难度 请注意,那些长期零销量 销量极低的产品建议果断下架 新客人可以多推荐爆品这类 经过市场广泛认可的产品 稳定度好,复购率也高 老顾客可以多一些推荐上新品 长鲜价格可以略低或者带点小福利 顺便让老顾客多些反馈 帮助门店调整上新产品 如何给爆品定价呢 假设爆品一 原单价12元降到10元 销量从原来的12份增加到18份 那么毛利就是546元 高于原来的531元 如果同样降到10元 销量只增加了两份 那么整体毛利就是520元 低于原来的531元 所以门店实际销量是关键 你自己的客群对价格敏感度是高还是低呢 要在后续不断的尝试摸索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销量和售价平衡点 所以胡家粉粉们 你们理想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 爆品和基础品上新品的毛利率是不一样的 每日营收和成本关系着月净利润 所以如果你能一边思考 如何平衡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度 每月还能一边对已经设定好公式的 爆品测算表进行测算 那么再结合门店损益表 以自己最终的月净利润为目标 倒推自己的日均营收警戒线 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结构 科学制定产品售价 控制成本和毛利 成功一定不远的 加油